在台中光复新村的街边 有个绿意的角落 这是摘兴今年陈志祥的创作空间 当初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很想自创品牌 那出社会累积了九年的经验 一直以来都是一点一滴慢慢累积出来 2015年陈志祥偶然间接触了植栽 从植物中了解生命与环境的环环相扣 着手研究多肉植物 并为它寻找适合的容器 每个植物有每个植物自己的特性 有些喜欢阳光 有些不能晒太多阳光 甚至是有些爱喝水 有些不爱喝水 那也因为这样的过程 让我开始寻找我的容器 要如何去调整它的透气度 甚至适合植物居住的一个小环境 多肉植物是进来许多都市人的爱好 小小的盆栽方便照料 却能提供绿意的风景 看一眼就能让忙碌的生活得到喘息的瞬间 其实跟我们人很像 我们居住在都市丛林里面 可是我们人是有生命的 如何去创造跟营造出你属于你自己的环境 就好比说你在做手作盆栽一样 于是在这里 它从水泥盆栽做到窗花碑垫 每一样都有自己的巧思 早期我是以灰色跟白色的泥料下去做基底 那做起来会很有那种残味 后期我开始尝试有颜色的加入 因为颜色缤纷 它相对的会带来欢乐 陈志祥说米加子等于子 中子的意思 生命中有许多巧合 但上天总会提供最美丽的安排 就像这些手作泥容器和多肉植物的结合 每一款都是一次最好的相遇 最感动的其实就是当我挂上门口的那一块水泥招牌 当下我会觉得说 我终于完成了一间店了 我终于办到了 我在台中摘新竹梦